Hello 大家好 我是屎萊姆 你在看的是白人公 沒錯 是我最後通關的關卡 實在是十分痛苦 好啦 那我正在面對 有這個呢 火煮 什麼臭小子的火煮 他十分強勁 他會使出霸氣 不過我不會怕他 你會知道 他血很少 對 好像轉一下也沒有殺他 我都開了一些技 平時我打這裡就會開水晶的技 反正我有兩隻水晶 不過我剛才是忘記開的 哈哈哈哈 這些小怪不足為懼 水晶 你看 不需要怕 真的不用怕 嘩 最強勁的白雲公 厲害 去到尾了 其實這一關的白雲公 我自己 看看有沒有錄 YES 又在錄 只能打打驚 沒有錄 很弱的 我自己最怕就是打白雲公 因為其實他在第14關 都解決了我自己的技 其實我是十分之牛 我對於這些東西來講 那我真的打了很多次 前前後 白雲公 我應該打了二十次 Extra 都有 我終於都能夠通關 我覺得 很感動 整件事是 很感動 而且很刺激 非常刺激 我現在是時候配音 因為 配一配音 因為 打的時候 我非常專心 所以我不方便 他們說話 這隻死人 魔羊 都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 CD比較長 還有 在這關上 你可以用光技 因為反正 第十二關 反正 第十四關都被人 忍受光技 下一關有點怪 所以這一關 我會用光技 基本上 一開始開印忌 然後再開水巨像 現在就開了 老王 看看開不開海獸 應該就 不開的 很厲害的 天降combo 應該對立起來 Yes Perfect 第十三關 都是小怪 這關有點麻煩 我試過 打這關的時候 哎呀 VPN 先打這關的時候 被人封了水遊技 我真的 當時死了 我真的呆了 因為其實 在這一關應該開水遊技 因為這個水遊技 可以帶到下一關的時候 那 就會 可以變成在下一關 儲到技 所以其實是非常重要 在這一關開水遊技 對啦 成功把水遊技 帶到下一關 就四回合 那在這裡 嘩 哈哈 都被封了 所以在這一關 大家可以 用完技 之前 那在這個時候 我當然是慢打 儲技 和儲珠 對啦 每次都要儲 對啦 因為儲技 就方便 因為我鑽肉 都是鑽不走 對啦 方便儲多些豬 因為我想做到三門合的爆發 那就最穩陣 那最好呢 就是這一關 我儲多些豬 進去 那我能夠做到第一下爆發 對啦 那儲完技呢 那這裡 我就可以殺死它了 很重練了幾難 來啦 豬雀皮 這裡呢 原本想留多些水珠 但看得不好 如果就 嘖 留得不多 不過不要緊 這裡一來我就爆發了 爆發它 死人百羊 我現在很討厭 波比 波比我又沒有啦 一來 一來他又很討厭 我打這關打了很久 真的 好痛苦 好啦 現在應該 我想要怎麼分配這幾 我應該會先開水珠 因為其實心珠又不太多 那我就先開水珠 那打這關這個要決 其實真的需要多些轉屬 這一點 這些卡片 因為這一個 就可以令我 在這關裡 做到 儲到技 還有再做到爆發 當然啦 這裡是絕對需要運氣的 如果你說沒有運氣 就告訴你 不可能啦 你沒有運氣 都不需要過爆發 爆發的特色就是 要強運 才能過到 那這裡呢 再做一下爆發 那這一下爆發呢 很明顯又多了很多碎珠 那 要配上這個極限的人品 那我就能夠可以 搭配到這個非常高的combo 借上去啦 嗚呼 我打的時候 真的叫了出來 對了 我送的太興奮 我喜歡通關victory victory yeah 我太激動 因為白人弓實在 好難打 麻煩十二弓下篇 你不要再配一些reset技的怪 我真的覺得很想死 唉 完成了 終於完成了 多謝阿Tai 你滿等滿技的水器 好啦 那我們看一下 有什麼獎賞 那我呢 一直都在等著這一刻 就是要拍片 要記錄這個很神秘的moment 就是六個獎勵 全部排排 坐地放在這裡 那我呢 我終於可以一次過拿走他們了 這個是一件很感動的事 好啦 再看一下這個 上篇 chapter 1 全部都亮光燈的感覺 非常好 終於呢 我講得及 在十二弓下篇出之前呢 令到他亮光燈了 那就可以呢 去迎接下篇了 那雙子宮的影片呢 遲下補相 我都還沒拍 到你了